不過羽球球後戴姿穎今天出征東京奧運D 整個這一場賽場呢 今天早上8點對決的是法國籍華裔選手齊雪菲 他用短短25分鐘呢 就拿下了2比0直落2的勝利 而且呢我們現場是在高雄的戴姿穎的住處 爸爸跟阿嬤都有到現場來為他加油打氣 爸爸呢爸爸跟阿嬤呢都是相當的興奮 而且阿嬤呢是一度在比賽途中 還雙手合十來向上天起球 多虧呢這一場勝利是順利的拿下了成功晉級8強 來聽一下爸爸的訪問 就是因為參賽的選手是平衡時比較沒對過的 阿現在來巴翔因為這裡主要的對手就是平衡時在對著的 這是我們的主要的主要的對手 可是以前那個順利開虎啊已經算是所有突破以往的成績了嗎對不對 是啊這樣問題以前都前兩次奧運都是在16強嘛 阿這次因為小魯賽是理事腳型打三場 所以16強就輪空直接就到8強 最近你小魯有沒有打電話回來跟你說什麼 他在東京的生活情形如何啊 他在這裡都很好 因為也是都一樣因為日本的飲食跟台灣很相近嘛 所以就覺得很不錯這樣 對 那你之前說他好吃好睡就會打得好 今天是不是看起來阿嬤也說他好像都是做不做 對啊對啊 他只要他睡得好都沒問題 這有聽說他手上的球拍是你親自穿線 阿嬤幫他殘破嗎 哦對像他這次要去東京的運我就跟他穿10機了 以前小孩就都要我們穿的 好的羽球球後戴茲穎這一場比賽交手的是世界排名第四次移民的法國選手齊雪菲 那最後呢是第一場呢是拿用21比10拿下了第一局的勝利 接下來第二局是21比13輕鬆的擊敗對手 那他在小組賽事當中呢前兩局呢是對上了瑞士以及越南籍的選手 這一次又對上法國籍的選手 等於是以三勝的情況呢拿下了小組賽第一名成功晉級八強 他也刷新了自己三度征戰奧運的最佳個人成績 還會繼續往奪牌的目標前進 以上是來自高雄的消息交換給棚內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隨時掌握國內外交點等你喔 頑 Lauren 小 goods